所以我们现在邀请你们唐振伟给我们的口上的内容 欢迎四位振伟唐振伟 大家好 听得到吗 大家听得到吗 大家好 我是唐凤 然后我现在在台北 声音有听得到吗 可以 好 OK 非常高兴能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最近几年在台湾做的一些事情 然后中间有任何问题都欢迎 就是不管是像主持人刚刚讲用手机输入 或者是写个小纸条 或者是待会举手发言 我们都会有很多的时间来跟大家来做互动 那我就不耽搁 我就直接开始大概15分钟左右的时间 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最近几年在台湾做的一些事情 那就像主持人说的 就是我们在做的工作 基本上就是一个在促进大家的对话的一个开放政府的一个工作 那这个工作呢 因为我自己是学资讯工程的 所以我通常是从资讯工程的角度来进行策划跟规划 但是我们同时也跟各种不同专长的 不管是做设计的 做法律的 做组织的 做各种各样的朋友们一起做这个工作 那这个工作呢 简单的来讲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就事论事 然后呢 在社会上面任何公共政策出现的时候 先来看大家具体的事实是什么 大家有什么样子的自己的经验 把经验跟事实都分享出来之后呢 才去讨论大家的感觉是什么 然后才能够做出这个很高品质的一个公共的政策 那这个发生的这个时机点呢 我觉得在台湾是一个之前没有过的一个时机点 也就是说 我是从上一任政府 当上一任政府的专案的这个顾问 当时是由就是张善政院长在的时候 那接下来的这个交接期呢 是林权院长 那这两位院长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色 就是他们也是非常就事论事 然后都是没有打派的 他们都没有打击 那所以呢 他们在交接的时候呢 不但是非常的和平 而且做了一件之前在台湾 或甚至在亚洲可能都没有出现过的事情 就是说 张善政院长希望每个部会 他要求每个部会 不但是这个开放所有就是他们的资料 而且呢 把他们的施政的到中间 到那个时候 总统选举的时候 它叫checkpoint 就是到那一点的这个状况 都全部公开在网路上 然后请新的执政团队呢 从这个网路上面下载 然后呢 才能够来进行交接 也就是说 这个交接呢 它不是发生在一个党 跟另外一个党之间 而是它这个上一任政府交接给全民 然后呢 新的内阁呢 再跟全民一起去学习 不好意思 那这个对我很重要 因为我在当时就是交接的那四个月 去年一月到五月 我完全不知道我会入阁 但是我就是因为自己的兴趣 所以就是把这些交接的文件 也都看了一遍 那这个呢 对于我后来八月 这个跟林轩院长讨论要入阁的时候呢 就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 如果当时他们的交接的过程 是在密室里面发生 如果这些资料 没有在网路上面公开的看到 那我其实根本就不可能入阁 因为我就根本不知道他们做到哪里 那这个呢 也是跟我们蔡英文总统 她在这个当选的时候 她说了一番话 她说 我们知道之前在台湾 所谓的民主 常常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中间的斗争 那但是呢 在现在开始呢 民主呢 它必须是多个价值观 多元价值观中间的对话 那所以这个多元价值观中间 要怎么样对话 这个就是我从2014年开始 到现在在进行的一些尝试 那我们知道2014年的3月 在台湾有出现过一场 占领的一个运动 那在3月18日的时候开始 大概有22天的时间 有一些学生 那当时呢 是因为国会罢工嘛 国会不想要审查 这个两岸服务贸易协定 那为什么是因为他们觉得 就是按照宪法 可能北京是台湾的一部分之类的 所以这个属于国内的协约 他们不想要审查 那因为这个民意代表 这个罢工 那所以呢 当时学生就用和平的方式 就是占领了这个民意代表的空间 然后做民意代表本来应该做的事情 也就是逐条的来讨论这个协定 那这个呢就是后来所谓的太阳化运动 那太阳化运动 当时呢我的角色呢 我其实只在里面待了可能一个小时左右 那我做的事情 其实不是在里面参与这个讨论 而是签一条网路线 跟一些专业的这个网路的朋友们 把它签到街上 然后呢 让街上的朋友都能够及时的看到 里面正在讨论什么事情 而且呢也想办法安排呢 这个里面发生的事情每一个字 都用打字的方式呢到街上 也让朋友们在手机上就可以看到 那当然呢同时也有朋友做翻译啊 做后勤啊做各样的方式 让这个事实传播的速度呢 比谣言的速度快 那在这样的情况 大家就可以就事论事的讨论 这一整件事情对台湾的影响 那当时呢 其实不是只是我一个人 我只是就是最早到现场 来支援网路的人 那在我就是之后呢 我们一批接一批的 有几百位朋友 都是在这个G0V 是零压蛋的零 的这个号召之下 来进行就是318的 关于网路上面的工作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 就是几百位朋友 当时我是跟我的一些客户 好比像说苹果电脑 或者说牛津大学出版社 都说我现在要请一段长假 因为这个台湾需要我 那当时我们G0V有很多朋友 也都是在各个 或大或小的各个公司工作 那他们也同时都是请了假 或者是轮班 来支援这场活动 有几百位这个我们叫做 公民黑客 Civic Hacker 那为什么这个台湾 会有这么样一群人 大概都是我这个年纪 三十出头 会就是义无反顾的 就在街上来支援这样子 实质的对话的这个工作 然后使得22天 每一天都是建立在上一天的 讨论上 慢慢这个不同立场的朋友们 就凝聚起了共识 最后这个共识呢 也让立法院长接受了 那这个占领算是非常完美的 这个落幕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 很愿意这个投入这样的工作呢 我自己觉得是因为 我们是第一代这个有言论自由 就是说我们的前辈 我们的父母辈 祖父母辈 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 然后来争取到这个可以办报纸 可以这个发行各种各样的刊物 那这件事情呢 在我的记忆里面 当时我八岁 也是我接触到个人电脑的同一年 也就是说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 个人电脑跟言论自由 是在同时发生的 而且也对照就是那一年 这个别的地方发生的 各种各样民主化的事件 那1989年对我们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那接下来呢 在89年到1996年的过程里面 就是靠着个人电脑 各地的不同的公民团体 不同的组织者 开始浮现了各种各样的要求 那到最后1996年 我们第一次总统直选 那那一年呢 也是全球资讯网 在台湾甚至全世界 开始普及的一年 所以说 对我们这一代来讲 以及我们的下一代 已经不记得戒严的新一代来讲 网际网路跟民主是不可分割的 是同一件事情 所以当我们看到 网际网路上有所谓的 free software的时候呢 我们不像亚洲的其他地方一样 把它当做是好像免钱的软体 不用钱的软体 对我们来讲 这个永远它的意思都是自由的软体 用来保护我们的集会自由 那我们呢 这些做支援的呢 彼此就认识了 这个认识之后呢 就反映在当年的年底 2014年底的选举上面 那大家都知道在这场选举里面 是第一次有这个五党级的 在民选的这个台北市长之外 我们不管是文采 或者是一些这个林市长 或者其他一些朋友 都是这个参加过 或大或小的这个占领运动 然后也是对太阳化非常支持的朋友们 就都选上了 都都当上了市长 那当上市长之后呢 在当时就是本来的那一位格魁 江云化院长 他就辞职了 辞职之后呢 那新的这位工程师的这位院长呢 他就希望就是整个台湾 接下来都要朝着这个方向来进行 他就提出了开放资料 然后也提出了这个群众外包 就是公民参与 来当做这个新的施政目标 那这个施政目标呢 我们就继续延续到了现在 所以在当时呢 我们这些参与过占领的朋友们 就被研览到行政院 去教我们的专业的事务官 专业文官们 要怎么样来运行 这样子一套这个 就事论事讨论的一个方法 那这些事情呢 尤其在跨部会的事情上面 他们都觉得非常的需要 像在当时呢 在台湾呢 有一个叫做Uber的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呢 他认为它是一家资讯公司 然后呢 它经营的是资讯的服务业 它不是计程车 但是呢 就跟计程车中间呢 产生了一些冲突 那也不止在台湾 当时在全世界都蔓延着 这样子一种想法 这种想法呢 就好像一种心灵的流感 一种命啊 那这种流感是说呢 这个演算法就是城市 电脑城市要比法律 要来的有效率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因为有效率 就可以不守法律 那这样子的一种想法呢 流窜的非常快 而且呢是透过APP的方式 在传播 任何人他就会从司机那边呢 这个再去传播给别人 司机也会推荐给别的司机 那一夕之间 这个APP的安装的人呢 非常非常的多 那就算司机开了一阵子 发现他们其实没有赚到钱 但是呢也没有关系 因为就好像流感他好了嘛 但是已经传染出去了 所以呢 就有一种大规模的慢点的情况 那在当时呢 计程车司机们就觉得生活受到了影响 所以就包围了交通部 然后逐步升高他们的抗议 那这个我们在全世界都有看到 类似的情况 所以当时当各个部会 来找我们交通部 经济部 财政部 来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当时的蔡玉林政务委员就说 那我们可以试着 透过这种互相参许啊 互相对话的方式 来达到一致的理解 因为我们认为说 如果大家坐下来 好好听不同的方面的声音 就会发现说 大家虽然这个看法不同啊 但是有些共同的价值 我们只要像这样子 讨论过一次之后呢 就好像是有了疫苗 那疫苗之后呢 不管是媒体上面再怎么吵 不管有怎么样子的这个公关文宣 对于经过这个过程的朋友们来讲 其实就免疫了 他们就会有共同的价值 就不会再互相的分乱 所以我重新再说一次这个工作的方式 这个是加拿大发明的叫做焦点讨论法 Focus Conversation Method 我们在第一步先把所有的客观的事实 包含个人经验里面客观的部分 都让大家看到 之后呢 我们问大家对这件事情的感受 对同一个事实 也许我觉得很高兴 也许你觉得不高兴 但是这都没有对错 我们就是把所有人的感受都收集出来 然后来看整个社会对这件事情的感受是怎么样 接下来呢 我们才提出一些建议 因为如果一下子就跳到建议 你根本不知道建议好还是建议不好 但是当大家感受都收集好了之后呢 最好的建议就是最能够照顾最大多数人的感受的建议 那当然这个是建立在事实上面 那最后呢 公部门要做的事情 就是确保所有的利益关系人都肯定这个程序 并且最后呢 愿意承担这个政治责任 把大家所收集出来的建议 正式的变成法律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做的话 那么在以前的这个模式里面 我们右边呢 当政府办一些公听会 一些焦点座谈的时候 真的有能力来的人 往往是产业链上下游的一些代表 或者是一些公民团体 一些文资委员 一些学者的这个个别的代表 问题就是说 因为这些都是专业人士 他们对于同一件事情讲的话 脑里冒出来的想法 跟街上左边的朋友们冒出来的想法 完全的就不一样 那如果从事实的层面都不一样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建议的这个层面 idea 它就会变成ideology 就会变成意识形态 那意识形态就不只是流感了 它可能是更严重的一种病毒 只要是中了这种意识形态的这个病毒呢 人就不会再去看新的事实了 人也不会去体谅其他人的感受 就会一直重复这个意识形态 一直想要散播它 那这个痊愈的可能性呢 就比较少 所以我们要在它发展到意识形态之前 就透过互相倾听 分享经验事实的方式 公部门 私部门 第三部门 就是公民社会 我们都在线上 这个共笔了一份这样子一个文件 那在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举行了长达三个星期感受的收集 我们是用一套机器学习的系统 这套系统呢是在网络上面 任何人都可以用手机 就连到这一套叫Police的系统 那上面呢就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人 你就会看到不管对Uber的想法是什么 其实你的Facebook你的Twitter朋友 都是各个边边都有的 他们不是一些这个看不清楚面目的敌人 他们呢其实呢就是大家都是朋友 而且呢这个立场呢 可以越来越中立 越来越这个互相对话 那我们怎么互相对话呢 传统的问卷呢是政府已经想好一些问题 民调机构想好一些问题 大家只是回答 但是在这一次呢 我们的问卷是让所有参加的朋友自己出的 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提出一个他的感受 我觉得像这位朋友在上面 他觉得真正共乘的精神 是让司机能够选择去什么地区的乘客一起搭乘 那当时或现在Uber在台湾没有做这件事 所以说他觉得不能叫做工程 那这位朋友呢你可以赞成他 或你可以反对他 当你按赞成或反对的时候 底下那个蓝色的圈圈代表你的立场 他就会移动 机器会自动去把人做这个分组 感受做分组 然后呢他就会移动到这个跟他立场相近的朋友 当你回答了几题发现 诶这个感受 我的感受怎么大家没写出来 你就可以把它写出来 写出来之后别人就进行投票 我们在一开始就说 如果任何感受 让全体绝大多数起了共鸣 80%以上起了共鸣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会用这些感受拿来跟Uber 跟这个司机的这个商业同业工会 跟台湾大车队这些车队啊 来讨论出一个照顾到最大多数人感受的解决方法 很神奇的 经过了三个星期之后 本来是非常壁垒分明的几千人啊 就透过这样互相串联组织的方式 到最后真的收拢到了共同的七个感受 我们就拿着这七个感受 简单的在讲呢 就是要这个纳管 需要有这个职业的驾驶执照 需要要纳税 那需要纳保 需要保险 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具体的想法 我们就把这些感受呢 就摊到桌子上面 邀请所有人 这个利益相关的朋友们 来一场面对面的讨论 一点一点的确认 大家提出的方案 能不能够照顾到大家的感受 那这个是直播的 所以说呢 也有几千人呢 都在线上来看 他们提出来的感受 有没有被我们照顾到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非常快就收敛出了一个很好的 一串的一个建议 就是在2015年的8月 当我们收拢到这些建议之后呢 交通部的运输研究所就写成了一本报告 这本报告呢 就是让新任的这个交通部长 贺程部长 来把它变成这一套这个具体的管理规则 跟法律 那在去年的8月 这一套就是多元化计程车方案 也变成了相关的法律 那立法委员呢 也都很支持我们 因为知道支持所有人的这个感受 在稍微这个抵抗了一小段时间 没有几天之后呢 Uber也同意用这套合法的方式在营运 所以目前呢Uber在台湾是合法的 但是他们只跟有职业驾照的 有职业牌的R牌的租赁车 然后呢在缴税的情况下进行营运 那所以说我们这样子的一套做法 其实真的它是有效的 不管是在占领的时候 或者在Uber的时候 那所以说当时呢 这个行政院长林权院长就说 那我们未来的很多的争议 是不是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呢 那所以呢他就邀请了董这一套的朋友们 来入阁 那我帮忙他征询了一些朋友 那他们可能都忙各自的事情 那所以呢到最后呢 就是由我来入阁 那入阁之后呢 我们就建立了这样一个公共数位创新的空间 Public Digital Innovation Space PDIS 那这个网站大家也可以上去看 这个网站呢就是我们如何把这一套方式 慢慢慢慢的培养给所有的台湾的公务员知道 我们在每一个部会都有这个开放政府的联络人 来学习这一套技术 这里面呢有几个重点 其中一个重点呢就是不要让谣言这个快速的散播 所以从我入阁前一直到现在 大家都可以在这个网站上公开的问我问题 我尽量都在24小时之内公开的回答 任何记者的专访啊 任何独家都没有独家的 就是会在这个地方进行公开 这样的好处就是我相同的问题 不用回答两次啊 节省了时间 那二方面也是 所有人都可以及时的看到 政府对某件事情的想法是什么 这个也不只是在线上 当线下 好比当时这个Uber的这一位说客 这位David Plouffe 他也是之前欧巴马总统的一个谋士吧 他这个非常的有诚意 来台湾跟我们讨论一些细节 那我就是跟他说 虽然这是closed door 就是只有你进来 但是呢这一台360的相机呢 它代表着今天不能够来的利益关系人 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完整的用360摄影的方式 以及逐自搞的方式 把我们的对话全部都记录下来 在会面确认之后呢就立刻公开 所以说呢就没有这个黑箱 任何人都可以来找我 但是任何人找我的内容 都会变成接下来讨论的这个素材 我们在政府里面呢 目前PITES大概快20个人 我们就是在行政院的一楼跟三楼 每个星期呢就用G0V的这样子一种 黑客松的模式 但是我也不下命令 我也不接受命令 我就是运行这个空间 任何人都可以提出新的想法 任何人只要愿意就可以加入 加入之后我们那一个星期呢 就会画一张这个路程图出来 然后大家就各自做各自的工作 在下个礼拜一呢跟大家分享 然后又开始新一轮的黑客松 所以说我们管理的方式呢 其实是完全平的管理 没有任何人是任何人的上司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每一个人都用透明的方式 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也是用一些自由软体 在这个行政院里面呢 去做档案的分享 去做试算表的分享 工作项目的 以及编辑的这些分享 那这些都是当年2014年的时候 我们常用的一些工具 那当然呢我们也说 我们不是只是自己的行政院里面 关起门来玩 我们也请32个中央部会 每一个都派出了一个人 到现在可能三四个人都有的 开放政府联络人 在每一个部会组成小组 也就是说以前的国会联络人 只要跟立法委员这个打交道 以前的新闻联络人 只要跟主流媒体打交道 但是现在呢每一个部会 都必须要开始学习 如何跟不特定的全世界的朋友 只要是利益关系人来打交道 那所以呢这些朋友呢 我们就是在每一个月月初的时候 挑出三个案子 然后呢将这三个案子呢交付协作 协作就是在每一个星期五的时候 好比像说前两天 我们才刚从恒春回来 因为我们在讨论恒春呢 他离最近的一个大医院呢 就差不多是台北到苗栗 或甚至更远的一个距离 到这个重度的医院到高雄啊 他们是非常的远的 可以说是本岛里面的离岛 所以呢他们就请求呢 这个直升机可以去住在他们那边 那这样子我们就邀请了四个 不同部会的朋友们 他们的开放政府联络人 带着他们的朋友们 实际到恒春去跟我们乡亲 进行这样面对面的沟通 来确定说我们怎么样照顾到 偏乡的医疗需求 那这些呢就是恒春的乡亲们 他们八千个人在我们网络上面 连署所换来的 这样一种聚焦式的对话 所以最后呢 这个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想法 我们想法是说 在最底下呢 就是投票或者按个赞 这个非常容易做 全民都可以做 但是呢 他的这个bits 就是说他的传输率非常的低 你每四年才能够传输 两三个bits到政府里面来 也就是说他这个 这个是不对称的 我们每次能够表达的意见 非常非常的少 但是呢 受政府的影响却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呢 这个议程设定的这个权利呢 就会在最右边有hacktivism 就是政府这个罢工嘛 我们自己来的这些朋友 在用占领的方式 这个表达诉求 可是呢 我们中间呢 不能每一件事情 都用占领的方式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中间 有一个循序渐进的方法 就是首先我们透过资料的开放 资讯的公开 让大家能够确保谣言不会乱窜 大家建立在相同的事实基础上 接下来 任何想要问问题的朋友 让他们有一个 及时得到回答的管道 让回答的朋友 可以不用重复回答问题 接下来 针对这些回答 大家可以进行实际的 线上的这个感受的这个表达 接下来呢 大家可以面对面 安排一个时间 坐下来彼此聆听 而且也把聆听的过程 透过直播 透过记录 让所有这个几千位朋友 几万位朋友 一起知道这个聆听的这个后果 它就是大家会越来越聚焦 越来越就事论事 那最后呢 也许呢公民就可以一起 来去想这个政策 也就是说 当时间不够的时候 我们常会觉得说 就是正反两方 他们中间就是有一个 不可磨灭的这个差异 但是当我们有一个程序 有一个正当的程序的安排的话呢 看起来不可调和 红色的冲突呢 就可以从先听一边怎么说 再听一边怎么说 把多边的想法 慢慢慢慢像一个螺旋一样的 聚焦上来 那最后呢 我想用这个蔡英文总统 她就职的这个说 她说呢 我们要有一个 Unified Democracy 是不受意识形态绑架的 这样一种民主 我们要有一个 Efficient Democracy 是一个能够 及时回应环境的需求 的这个民主 而且最后 我们要有一个 Pragmatic Democracy 我们是要这个民主呢 要能够照顾到所有人的感受 也让彼此都照顾彼此的感受 那我们要怎么样 落实总统的这样一个愿景呢 我们就是靠彼此倾听 而且呢 研发出更好的 更多的方法 让大家在彼此倾听 越来越容易 大概就是这样 好 那以上是这个一些分享 那我们现在时间呢 就交给各位 看现场有没有一些问题 然后接下来我们 也会让线上的朋友 我会来处理线上的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呢 就僻民主 这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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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所以我们现在去搜集民调 我现在也不愿意 现在要是收集民调 才做决定 这种想法 或者管制民调 所以说 政府結婚的結婚 政府結婚是沒有結婚的 但是我們這個方法 人關無法臺灣帶到很像功夫 就是用我們的方法來做功夫 因為功夫好像在南北南通過 那我們剛剛需要一個功夫 人關無法把這個畫回來 將來我們在地功夫還不重要 謝謝 非常非常好的問題 謝謝 我就正面來回答 我們知道這個公投 它在處理的是非常重大的問題 而且有時候它的這些問題的利益關係方 也不只是臺灣 是整個國際社會 所以說我們在公投之前 我自己最在意的就是這個公民投票 它在投票之前 有沒有先用剛剛的這樣子一些方法 讓在討論的這個公投的每個面向 都能夠讓各個不同的利益關係方 充分的表達 充分的了解 甚至翻譯出來 讓全世界都可以了解我們的這個訴求 那我們瑞士呢 這是一個我們的一個範例 瑞士呢其實是好像是三四個不同的國家 都是不同的民族啊 這個不同的文化 全部都這個聚集在一起 他們呢都會提出一些很意想填開的公投的主意 好比像說這個無條件的基本收入 你不管工不工作 反正呢國家每個月就是給你這麼多錢 那這個讓你能夠過生活 那所以說呢他們都可以提出非常多很好的主意 但是呢他們在公投之前 有一段非常長的時間 讓各個方向的聲音 這個中間的折中利弊得失取捨 都讓整個社會凝聚到一個共識 然後最後再來做公投 所以我們如果讓國際社會可以看到 我們能夠像瑞士一樣 這樣子的文化進行討論 而且公投出來結果不管怎麼樣 大家都是在最後這個幾個選項 都已經是雖不滿意但可接受 就是we can live with it although it's not perfect 如果最後收斂出來 公投的每個選項都是像這樣子 已經經過這個程序的修正 全台灣的人都只有比較可接受 跟比較不能接受 而不是說完全不能接受 跟完全可以接受 如果能夠像瑞士做到這樣的話 我相信世界是會支持我們來進行公投的 那如果反過來講 我們每一次公投是讓社會更加的撕裂 49%的朋友 越來越不能接受 那這樣我們公投出不管什麼結果 我覺得全世界也不會答應 因為剩下49%的朋友就會跟全世界說 其實這個做票還沒有準備好之類 這個我們在之前已經看得太多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就是挑一些小的題目 先把這個做好 到我們覺得小的題目 台灣的整個文化都已經跟上了 我們再來做大一點的題目 希望有回答到你們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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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好意思 因為那個麥克風收音的關係 我現在正在等現場的朋友幫我把您的問題打到那個網路上 那個 那因為剛剛這個麥克風好像中間這個收音出了一些狀況 所以在等這個朋友這個幫忙我打字這個的時候呢 我們先把這個線上的這個題目先打開來 然後在他幫忙打完字之後 這個我們馬上就會來回答你的問題 所以最新的這個問題是 如何保護國會免於駭客入侵 例如俄國影響美國選舉 是這個問題嗎 好 那非常好的問題 就是說資訊安全呢 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工作 那在這個行政院的這個資安處的領導之下 這是在新政府上任之後的一個新的一個編制 我們不管是在這個資安處 或者是在我們的新的這個自通電軍 這些都是在新政府上任之後出現的這個新的一個編組 那這個編組呢 我很坦白的跟各位說 因為當時我在入閣在跟這個林群院長進行勞固協商的時候 我是說因為我要做的是radical transparency 激進式的透明 簡單的講就是我會寫這樣一套系統 這套系統就是我看到的 我聽到的我講的我主持的所有會議 它會自動錄下來 而且自動的變成文字 自動的這個放到網路上 所以說呢我在行使的就是政府資訊公開法裡面的 擬稿階段公開的這樣子一種權利 但是呢這種權利呢 跟這個政府機密法 國家機密法是淨合的 也就是說國家機密法說 只要任何國家機密 或者是這個屬於這個top secret 或secret的一個事項 進入任何一個資訊系統 這個資訊系統的所有的output 所有的輸出啊都變成了機密 那這樣子我就不可能這樣子徹底的公開 所以當時我跟院長說的就是說 雖然我知道資訊安全 自動電軍這些非常的重要 但是呢裡面只要是機密 或國家機密的事情呢 我就完全不能接觸 所有到我辦公室的這個confidential的密件 我連開都不開 我直接就是交給我們社密的一位參試來看 而且呢我也絕對呢不進行 好比像說像這個聯合演習的時候 我是要請假的 因為我不能夠知道這個避難所在哪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其實是知道這個國家現在把這些事 當做非常重要的事情 投入了非常大的資源 但是呢它的細節呢我完全不知道 因為我不能知道 那所以說我只能回答到這裡 非常不好意思大概是這樣 然後接下來呢這個我就開始處理 就是從讚按讚的數量 開始來處理問題了 因為我們這個時間不是非常的多 所以說我每個問題呢 可能就是稍微這個用一些時間 我們大概還有大概多少 20分鐘嘛 好那我們11個問題 每個就大概兩分鐘左右的時間 那當然這個隨時都歡迎繼續在上面追問 第一個問題是說開放政府裡面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就是公開資訊 但是呢總有一些前輩大佬喜歡把持資訊 不願意分享 以保有獨特競爭喬事情的空間 不知道是否曾經遇過這類問題 我想說的就是說 其實喬事情的空間呢這個是必要的 就是說像我們之前在做一個案子 是農產品的即時的菜價的公開 那這個呢其實呢就是非常有趣的一個案子 因為在去年颱風的時候呢 台灣的高麗菜以及其他的一些蔬菜 它非常的漲價的很誇張 大家就不知道說到底是有人囤積 有人炒作還是市場正常運作 政府說呢它有一些倉儲冷凍倉儲會滾動釋出 可是呢釋出多少也沒有人知道 這完全是一個這個資訊不對稱的情況 就很多人控訴說有一些大盤商啊 他跟這個哪些資訊比較多啊 所以呢他就可以炒作啊之類這樣子 那所以說我們呢在院長的指示之下 就來做出了這樣一套系統 那這套系統呢很有意思 就是說它是把各種各樣的不同的資訊 全部疊合在一起 然後呢都是攤開來讓所有人都可以看到 這叫做菜價公開資訊整合平台 那這個平台呢就包含我們可以看到 消費量的推估 農情調查 台北台中高雄的交易量 各種不同的菜 他們產區的天氣 預估的產量 行情價跟交易量 然後乃至於這個批發市場均價 所有這些東西都攤開在所有人的面前 但是呢在這裡面呢這個管滾動倉儲的朋友 就是呢我們到底會釋出多少的倉儲量的這件事情 他們就不願意公開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這個是調節這個市場的一個武器啊 所以如果公開的話呢 它調節市場的意義呢就沒有了 所以他說他不能夠公開這個資訊 那當時呢我就問這位朋友 說好這個你說這個公開會影響市場嗎 那但是呢即使是國家機密 30年之後都可以公開啊 那所以說呢到底你要多久之後才可以公開 好比像說你1月1號釋出了滾動倉儲 那是不是2月1號就可以公開 還是你要等到3月1號才可以公開 結果呢這位管滾動倉儲的朋友就跟我說 我1月1號釋出了倉儲 1月2號就可以公開了 也就是說它其實只是管那一天的價格嘛 那所以呢我們當場呢大家都很驚訝 因為我們只知道爭取這項資訊公開爭取了好幾年 都沒有成功 我們不知道說原來這個資訊 它其實只需要保持一天的秘密 那這個到了第二天它就不是秘密了 就可以公開了 所以我們當然就說好啊 那你就公開前一天的 因為這個對於我們分析趨勢啊 非常的有幫助 所以我要說的是說 這個資訊的喬事情的空間 資訊的競爭力 這些都是有的 我們絕對沒有要否認它 我們也不是每一場會議馬上就直播公開出去 就是我們是做出了記錄之後 讓所有在場的朋友有10到14天的時間 確認這個記錄 大家都同意這個記錄沒有錯 裁放出去 那所以說這個中間的時間長 就是來說服大家公開的這個槓桿 只要大家覺得說 好了這件事都過了 我們可以公開了 就像現在國使館 它公開了非常多 以前是非常機密的一些檔案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覺得這個才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平衡 這是我的具體的一個應對方式 那接下來呢 有一位朋友 這個邱 邱建庚 這位朋友他說 在搜集一件目前開放政府的join平台 推廣度使用度都不高 那這裡呢 分享一個事實 就是說 我們事實上 現在來這個平台使用的人 不是人次 已經超過了400萬 也就是說 台灣這個才2300萬人嘛 裡面也不是大家都會 這個年紀都足夠來使用電腦 所以大概2000萬左右 這個可以上網的人口 裡面就有400萬 也就是五分之一 來運用過我們的這個平台 所以說當然五分之一 仍然是屬於少數 可是就一個非常年輕的平台 大概才兩年左右的時間 我覺得這已經是相當好的一個成就 那在恒春的這個案子 我們也可以看到 即使是不會上網的朋友 當地的朋友也用擺攤 也用友善店家 各種各樣的方式 去讓來恒春的觀光客 願意去帶他們的這個訴求 不但自己連署 而且帶回他們本來的地方 就是在來這個墾丁遊玩之後呢 還願意帶這個訴求回去 給他們的家人也一起來連署 所以他們才很快的達到了8000個連署人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宣傳不夠的問題 只是假以時日就可以克服 那另外呢 就是說認定什麼提案 政府都有最終裁量權 而平台不具代表性 這裡必須很誠實跟大家說 我們從來沒有認為5000人有任何代表性 因為我們是在收集大家的經驗 跟大家的感受 在這裡我們在意的是感受的多元性 diversity 像剛才可能大家還記得 我們有一張這個地圖 這個地圖呢 是關於Uber的各種不同的想法的 一個面積圖 那這個面積圖呢 其實它完全不是看代表性的 這個面積圖 它完全是看多元性的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即使在當年啊 我們這個這張圖上 如果有這個上千位朋友 但是呢這個上千位朋友呢 上來的時候呢 他投的票呢都一模一樣 他來洗版哈 那在這張圖上面呢 他的這個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這個PCA的這個圖上 他們就是一個點 他們不會佔有任何面積 也就是說當你動員幾千人來 但是你的意見都一樣的時候 你在這張圖上 反而是看不到的 我們完全不是在比 兩邊人數的多寡 這個對我們完全不重要 我們在比的是 有沒有哪些人提出了一些想法 是其他人沒有想過的 有沒有哪些個人的經驗 是其他人無法知道 因為他只有在地的人 才能夠知道的 只有這些才會顯示成面積 我們完全不是投票 所以說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完全不追求代表性 我們在追求的是多樣性 那這個多樣性的過程呢 是越多人參與越好 可是絕對不會有一個人參與 就排擠掉另外一個人參與 的這件事情 所以說政府本來就有這個責任 專業的事務官本來就有這個責任 在取得大家的事實跟感受之後 去做可行性評估 去做這個建議的分析 那這些事情呢 它不是公投 它不是Ivoating 所以說呢 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最重要的就是讓所有人看到 大家提出來這些感受跟事實 是最後怎麼進入決策程序的 並且把決策程序盡可能的透明 但是並不是說我們決策程序是靠 每一案都靠公投的方式來當最終裁量 不是這樣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部長 每一個部的部長 以及如果是跨部會院長 要負最後的政治責任 就是因為當然還是這些朋友們 有最終裁量權 但是我們克服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說在以前 如果你找不到名義代表 找不到主流媒體 你關心的事情 不是一件有話題的事情 那也許我們根本沒有討論這個的空間 但是現在透過聯署 我們保證還有這個討論的空間 有一位荒天良這位朋友問說 PITES是否適用在國際場合的條約當中 這是非常好的問題 在國際上面這套模式已經行之有年 我自己就是我自己就是在這套模式上面 接近一個外交官的這樣一個培養 來成長的 我從1996年就參與這樣子一個模式 這是一個什麼模式呢 這個在國際上面呢 叫做Multi Stakeholder的這套模式 Multi Stakeholder就是說 好比像說當我們在討論這個環境變遷的時候 所有的沿海地區 他們即將這個住的地方要被淹上去的朋友 不管他在哪一個國家 國家都不重要 他們就是Stakeholder 他們就是利害相關 那這些朋友們呢 就可以有這個資格要求進入這樣子的討論裡 那當然在1996年我們還沒有再討論氣候變遷 我們當時在討論的呢 是網際網路應該要怎麼組成 也就是說有一個網際網路的工程組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以及後來網際網路的不同的網域的這個名稱的 ICANN的這兩個組織 這兩個組織就是用徹底透明的方式 多利益關係人的模式 講每一句話都有竹子搞的這個模式 來進行到底網際網路應該要怎麼營運 到底要出現怎麼樣子的東西 因為如果不是大家都有共識 那麼這些電信商啊 其實是就不可能嘛 因為網際網路的特點 就是我現在在講話 你們現在在那聽 中間的每一個國家經過的光纤 經過海嵐經過的每一個不同的這個營運商 都要同意這個共識 我的講的話才傳得到各位的耳朵裡 那所以說本來除了尋求共識之外 也沒有別的方法 所以這不是靠國家 國家只是其中一個利益關係人 然後呢是靠大家 這樣一次一次反覆辯證的方式呢 來進行這個模式 所以我們的這個模式就是 IETF ICANN的這個多利益關係人模式 在這個模式裡面 台灣非常的這個有效 是因為台灣有非常多人 願意參加這樣一個模式 而且這個模式本來就不是看國籍的 所以說呢 這個是不是跟聯合國有關係 並不重要 而且呢有一陣子呢 聯合國想要這個收編 ICANN啊 想要把ICAN這個收編進去 那但是呢 後來ICAN呢也是拒絕了 所以現在呢 這套做法呢 是獨立於國際的Multilateral 多邊的這個做法 所以呢 即使是我入閣之後 我還是非常多的去參加 這種多利益關係方的工作 因為本來他們就沒有在看國籍 那所以這件事情呢 我覺得是特別重要的 就是我們如果鼓勵國際上面 多用這種多利益關係方模式 來進行討論的話 那麼我們跟聯合國的關係啊 不管是好壞 都比較不是重點 有一位朋友何應佑 他說這個許多民眾不了解 前瞻計劃的內容 溝通過程這個可以如何改進 重大政策行政過程 能否有各多人民參與的空間 當然是可以的 溝通過程的改進呢 我們也是靠這個聯署啊 有幾位朋友 我們這邊這個 邱吉宏老師 林大涵老師 林斯吾老師 林祖儀老師 姚瑞忠老師 姚瑞忠老師 徐世榮老師 郝明義老師 楊志斌老師 這幾位老師 發動了這樣一個聯署 這個聯署呢 就是希望這個政府呢 這個五千多人嘛 這個說明 所有的這個各個的計劃 那所以呢 這些朋友們呢 等於都是訂閱了我們的這個電子報 我們每一次進行具體說明的時候呢 包含程序上的說明 沿上辦理情形的說明 以及在接下來這個禮拜 院會要通過的預算案的說明 我們都會直接寄到這五千六百九十六名朋友的信箱裡面 那這些朋友們就可以第一時間就知道 不只是這個大的這個藍圖啊 就是包含我們要到底要做什麼 我們預算審核的程序等等 他們也可以知道這個他們大家想知道的這個細節 所以我覺得當然這一套東西是有幫助的 除此之外呢 我們PDES也這個建立了一套 叫做前瞻基礎建設問答集 Infra.PDES.TW 所以如果你對好比像說環境有興趣 你就打環境 你就會看到這個裡面 各種建設裡面跟環境相關的 常見的問題 以及他們的回答 那後來呢 民主進步黨 因為我們這一套是沒有黨派的 任何黨派的朋友們都可以拿去用 那民主進步黨就這個辦了這樣一個活動 那這個活動裡面呢 他是請這個行政院發言人徐工用老師 他是請了假去民主進步黨的這個直播裡面 來進行討論 那在這中間4萬多人在看的這項討論裡面呢 是一個溝通了 這還不能叫公民參與 在中間的朋友們所提出的所有的這些問題 民主進步黨的這個這個賬號呢 他就是用我們之前講的這個問答集 由各部會自主上去填寫的這個問答集 去把每一個人的每一個問題 都用這個問答集裡面的條目 進行說明進行回應 所以說 雖然這個這一次的這個溝通啊 它啟動的時間 確實是沒有大家所希望的那麼快 但是呢 我們還是有在用這樣子的原則 逐步的在進行 好那因為只有5分鐘啊 那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更快的這個來處理 其他的問題 這套系統的好處就是說像我回答這個問題 其實我就知道至少有三個朋友 我也同時回答了他們的問題 那所以就是說 我越前面花的時間越多 是因為這是越多朋友關心的問題 有一位朋友說 這次年金改革的計劃 社會上不同的方式 吵吵嚷嚷的這個好久 那但是這個是跟我的模式 是否有一些關係 那這個很誠實跟各位說 年金改革推論委員會 在開始成立的時候 規劃的時候 當時我還只是行政院這個 國發會的一個 算是朋友吧 算是顧問的角色 我還沒有入閣 然後也沒有參與年改會的運作 那所以我全部做的事情 就是在直播上面 提供了一些技術上的建議 那等到我入閣的時候 年改會已經發動了 那所以說呢 年改會的發動呢 對我來講呢 是一個很 很好的一個case study 就是說在年改會裡面呢 這個最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有不同意見的朋友呢 他會不讓跟他意見相反的朋友 進入會場 他們會用一切的方式 去阻止意見不同的朋友 進入會場 也就是說 會破壞年改會的 這個討論的一個代表性 當時呢 我們就研發出了一套技術 稱作事實感受 就分別收集的一套技術 這個院長把它稱為 這個無場可鬧的一個技術 但是那個技術來不及投入年改 那但是呢 好比像說我們這次去恒春 就用了這一套技術 簡單的來講 我們有兩個會場 有一個是小的會場 專門來處理事實上的確認 是由第三方的中立的主持人 來主持 有第二個會場 是收集感受的會場 任何人都可以來 陳抗的 有各種這個想翻桌的 各種朋友都可以來 我呢 在第一會場支持完 我就跟著媒體 都走到了第二會場 第二會場 在看著第一會場的討論 進行直播 把聲音放出來 所有人都看到第一會場 討論的這個過程 我呢 就作為直播主 作為講評員 開另外一個投影 去跟所有在場的媒體朋友們 講解 第一會場先不再討論到這邊 它的意義在哪裡 是什麼 而且也開Slido 把所有這個 大家提出具體的建議 送回到第一會場 這個的好處是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 大家都聚精會神在看電影 所以說呢 任何訴求的朋友呢 就是坐到我旁邊 小小聲跟我說 而且即使有朋友不能來 像這次有一位立法委員 中嘉賓委員 他是不是被這個杯葛 但是他是自己在台北 他必須參加臨時會 所以沒辦法來 即使有人被擋在外面 我們馬上開一個視訊給他 他馬上也進入現場 所以擋在外面沒有用 所以也沒有人會願意 把它擋在外面 那想要鬧給媒體看呢 對討論不起影響 因為第一會場其實聽不到第二會場 對第二會場再怎麼嘲嚷 第一會場繼續討論 我們就討論得非常清楚 也收攏到了非常好的一些事實 跟一些感受 所以未來我們這套方法呢 就是在學習了年改會的這個教訓 之後我們會繼續這樣子的 來精進我們討論的方式 實踐理想過程中 難免碰上政治角力 那藍綠包袱我會怎麼受影響 首先就是說我從來就沒有黨派 而且呢我是anarchist 那anarchist的意思就是我們不接受命令 我們也不下命令 我們就是釋出一些方式 把它完全用教育的方法公開 任何想用的人就去用就是了 所以我跟各黨派呢 都有相當好的協作的關係 但是不會加入任何黨派 另外一位朋友說在公民組織裡面 我們有很多內部的討論 太informal了 那這樣子要怎麼樣才能夠更透明呢 我的具體建議 就像我每個禮拜有兩天不到院裡上班一樣 你只要有很多這個在遠端的朋友 那這樣子在近端的朋友 就必須照顧他們 就必須要透過線上數位化的方式 而這些方式的公開就是非常容易的 有位朋友說 有沒有獎勵台商反台投資的計劃 有現在我們有相當多的計劃 各位可以到亞洲連結系股 asvda.org 就可以看到很多相關的計劃 那在這裡我們不是要把台灣 變成亞洲的系股 系股是不能複製的 但是我們做的事情呢 就是讓台灣鏈接亞洲跟鏈接機股 不管是創意的資源 不管是資金的流動 技術的流動 所有這些東西變得更容易 但是呢這個就請大家自行參與 我們asvda這個推動委員會的這個工作 另外一位朋友問說 一般民眾要參與政策的行程 理論上可以向議員跟立委遊說 那但是呢這個代表性到底如何呢 那我想講的是說 立法委員也是利益關係人 接下來立法院在下個會期 也會引入公民連署的機制 所以這個跟代議民主是相輔相成的 我們完全不是要取代立法委員 而是要讓他們在提出他們想法的時候 更多聽到一些聲音 許多民眾不了解前瞻計劃的內容 那這個我們剛才講了一些改進的方法 但是在未來呢 當我們在院的這一集 我們明年會有一個政務大數據的一個系統 用數位化的方法來進行這種計劃的宗整的時候 我們就有更多的空間來透明 讓大家能夠看到 有位朋友說 Is the policy platform parameterizable and eventually automatable Yes, it is, it is. And how should we get it?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一個網站叫democracy.earth 民主.地球 那這樣子一個網站呢 它就是有明確的來講說 我們如何在多中心化的這個模式 不單依依靠一個國家來運行這樣子一套模式 還可以取得一定程度的這個貢獻力 那這個因為非常這個跟技術有關 我就不在這邊複述了 那就歡迎大家自己到democracy.earth的這個網站 來進行這個說明 那這一位說這個民調的方式 要如何銜接公投 這個剛才有回答過 就是要在公投之前 最好公投的這個面向是已經切得非常非常細 非常非常小 而且裡面的每一個選項都是透過這種 由下而上對等的方式組織出來的 這樣子的話呢每一個選項 不管是哪一個選項到最後勝出 就像參與式預算一樣 大家都會覺得 好啦我也可以接受 使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做 然後這位是這個紐約的陳啊 這個非常感謝您的提問 好那我們就準時結束這一次的這個連線啊 好那我非常非常高興 這個有這個機會跟大家交流 那在中間呢這個如果有任何 大家想要繼續追問的問題 也歡迎到我們 ask.pdis.tw 或者pdis.tw網站 那我們可以在線上繼續我們的對話 也非常感謝我們主持人 跟我們辛苦的這個籌備團隊 謝謝